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眼看国会职权新施法闯关 进入最后阶段 主舞台改到空间大的济南路 但青岛东路还是有规划了 短讲表演 下午开始还会有抗议打卡区 让你跟你选区的栏尾表达心声 让权立委票选区 让民众选出最想赶出 立法院的委员到底是哪位 现场还有白布条 让民众发挥创意写标语 表达诉求 锦南就会物资趋钱 更摆出黄国昌 政治诈骗受害者联盟勘办 让曾经的仓粉都来打吐苦水 民众淋雨也要到场立庭 甚至有人活动开始前就倒自备椅子 行李箱要跟国会拼到底 因为我已经知道今天下大雨 所以大概出现的人会不多 那我当然就是要一大早就要过来 准备非常多零食 饼干 饮料 水 还有换洗的衣服 万一淋湿了 再换一套干的再来 517我不知道 我知道之后 521我当天就一大早来了 我一样待到最后12.05分离开 街头的怒吼就不知道 蓝白尾在一场吹着冷气 听不听得到 今天早上我们记者到现场实际去访问 我刚才听到好多民众的心声 最想开除谁 最想罢免谁 不外乎两个人 一个就是傅昆琦 另外一个就是民众党的总招 黄国昌 当然黄国昌今天又讲了一些话 他说民进党 就是持续在散播国会改革法案的假讯息 公邻假讯息 等一下冠庭要不要来澄清 另外黄国昌还说 这都会让场外的公民团体 还有年轻人产生误会 但是民众党是不会被这些谎言 不会被这些假讯息给击倒的 会再次耐心的来为人民报告跟说明 黄国昌是这么有力 为什么温大哥 今天有这么多人 都是冲着要去抗议黄国昌而来的 现在最想要罢免 最想要开除的 目前统计起来 刚刚我们记者这样去问一轮 看起来很多人都指明黄国昌 但是现实是 因为这个不分区的立委 说实在的 说要罢免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来请教一下温大哥 黄国昌 因为他是不分区 而且照民众党的内规 只有两年 做两年就来 做两年就来 所以时间会把他淘汰 因为他不像一般的立委 会坐满四年 所以满满地带 因为他是不分区 八家将绑在一起 那温大哥你觉得他会守信用吗 他真的两年就来吗 那除非柯文哲被干掉 除非柯文哲被里面的人拱掉了 然后内规修改 因为后面还有九个人在排序 后面还有人在等 等着要补上去 这个我想他大概不至于这么拔覆吧 毕竟黄国昌 大家提到对他恨得牙痒痒 我特地找出这一份 胡茂那一次十年前 这个专家怎么说 里面就有一则 这一位当时中研院 傅研究研 黄国昌 你现在这个看的可能不清楚 你仔细看这个 年轻人宣告不认中 不让中国予起予求 你用十年前这个他对媒体的报导 然后来看今天你的情形 不怪大家对于咬牙切齿吧 对吧 因为你当时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对话的战场 反复冒讲实在话 我觉得那一场是真的发自年轻人 而且配合国民党内的改革派 如果没有王金平 可能当天晚上就全部被赶掌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一个民主制度 事实上都是有些人能够说里外相应 然后才能够让朝野整个上来 但是我们的形象现在看得出吗 这是东北亚的 这是韩国的报纸 两大报 这是日本的报纸 你可以看得出人家在忧心什么 年轻人当然会怕 所以他们会提出说要用罢免的方式 罢免的方式说这句实在的 你唯一能够做的 大概只能透过各地的这些选民自决 因为大概目前为止 大概只有陈博伟吧 首创先例 那市长的话可能就是韩国瑜 韩国瑜 对 所以有整个 而且问大哥 最近不是听说国民党又要修那个 有关与这个罢免相关的法案 那个门槛有可能会拉高 如果真的被修过 接下来要罢免 这可能难上加难了 对 这就是说这个时代 我觉得这就是内乱 有人把它形容成政变 但是我觉得是算是内部的一个乱源 这个乱源 刚刚一直大家在提这个青鸟 青鸟行动 青鸟行动 一开始我看不太多 我想怎么会把这个青鸟行动 想说怎么会有这种名字 这个名字怎么会变成青鸟行动 原来因为是在青岛东路的行动 对 然后青岛东路导致像鸟 所以变成青鸟 不是那个书里面形容的那个青鸟的那个预言 那人数到底是不是像这个馆长讲的 我想会比较亲民众党的保证下的 他们说最少有八万 顶头是自由时报十万 不管八万十万 想做五万去条 没有 那天现任我就去了 那根本到教育部那儿 徐州路就把你盖起来 人是约到那个行政院 监裁的门口那边嘛 所以你这样 不要说用空照图 还是说你大家这样走路写一天 你至少数万以上 人潮会流动 但是他很多就停在那个地方 实际上第一晚我就去现场啦 第一晚说起来人那么少 因为那是小英政府最后 可以说倒数计时七十二小时啊 所以那天开始在表街的时候 比较冷冷清清 而且那是真的是自发性 到晚上两点多还有人在 镇江街还封守 半夜凌晨两点还有人 两点多还在 对 因为决定天 这怎么可能是共援的 没有 那年轻的 你看他们刚才说话 你就知道这是不请自来 而且完全自发性 他们觉得说一游未尽 事实上那天 礼拜五的晚上 大概应该十点半 十一点就已经说 等下一个政权 因为隔一个礼拜一 就是赖清德上台 礼拜二就是立法院 又赞名 所以那一次第一场动员 那个是最真实的 虽然人数剩下不多 但是那些人 我感觉是一个火苗 因为根据这个报导了以后 等到礼拜二或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就是走上来嘛 这个就是愤怒啊 今天呢 今天是遍地开发啦 怎么说 因为现在全台各地都有活动 不是说拜五 你说今天拜五 又动员大家来嘛 你拜二明天就要上班 你一阵来回 划不来 所以我觉得就地 有的人在发廉 有的人在高雄 高雄好像在那儿 有一个高雄大陆过的活动 对对大概各县市都有 我感觉借实来串联 事实上台湾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社区啦 你透过你的手机 做直播 大家就看得到说 这有多少人 诉求是什么 是 所以我感觉说 你如果听他们这些 馆长这些围乎兰 听这些就算了 他们这讲起来就好像 王八仙 因为讲话都没什么算话 我会觉得我们眼见为凭 你就到现场啊 对吗 因为你就可以去现场 你到立法院去看一看 会不会破万 特别是转到济南路 是 济南路那才正规的 传统的 可以说朝野对立 有的那边看 不是青岛东路 是 济南路才是真正的主战场 对 这晚上就见真章了 等一下更多问题继续来请教温大哥 其实刚才讲到现在全台真的大串了 有好多的活动 希望这些怒吼 可以传递到立法院里面 可是秦皇哥 我刚才看到一则这个新闻 其实我满震惊的 因为黄杰说 他发现有国民党的立委 在场内是戴耳塞的 那这样是什么样子的意思 在场内戴耳塞 黄杰的眉啊 说 啊 那是什么人 这是不敢听人民的声音 装聋作哑吗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呢 因为在这一次的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基本上 就用两个字形容叫硬干嘛 你就是硬干要把它通过嘛 所以前面呢 你会发现 这个刚刚宜珍呢 跟现场群众讲的有什么落差 你知道吗 现场群众讲的 不是反对国会改革 现场群众告诉你的是 没有讨论 没有民主嘛 所以为什么举的是这个标题 那很显然这样子的声音呢 国民党跟民众党不想要面对啊 不想面对 然后呢 你会发现各种奇奇怪怪的讲法 包括呢 现在看起来大家不要面对 所以用耳朵 把耳朵给塞起来 就听不到了吗 所以现场你还是看得到 民众在抗议嘛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 还是要讲一下 黄国昌在讲说 民进党散播假讯息这件事情 这个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 因为跳出来 反对这次国会扩权法案的学者 有上百位法律学者 那我只问一件事 就算黄国昌是法律专家 这些签名的这上百位的法律学者 他不是法律专家吗 朗尹康乃尔人 对 所以这一百个人比不上你黄国昌一个人吗 这一百个人就是反对 认为这里面有国会扩权的问题嘛 他认为国会扩权问题 你去管到一般的公司 你管到一般的个人 不但管到一般公司个人 你还可以罚他钱一次罚十万 还可以连续处罚 罚到他改为止 而且不但这样子 现在连能不能请律师这件事情 都要立法委员同意 才能请律师有这种事情 所以这上百位学者的 他们的沟通内容 我有看了一下 他们就认为这不合理嘛 包括像请律师 那是基本的人权啊 为什么变得好像立法委员比较大 立法委员可以决定 人民能不能请律师 这是这些学者内容啊 请问黄国昌回应了吗 没有嘛 黄国昌面对这个没有回应嘛 所以有上百位法律学者 出来反对这个国会扩权法案 但是黄国昌的讲法是 这是民进党在散播假讯息 很明显的 对于国民党跟民众党来讲 他们不想要面对他们现在的状况嘛 给大家看哦 现场的民众很有趣哦 现场的民众呢 把这个活动呢 叫做武昌起义 八个字哦 上面叫做武昌起义 这个武呢 看起来是黄国昌的昌 武看起来是七五的武 下面呢叫做逼良为昌 逼良为昌 所以上面叫武昌起义 下面叫做逼良为昌 为什么叫逼良为昌 他就是告诉你说 你是逼良 逼一般善良的老百姓上街头 把黄国昌等人围起来嘛 不是这样吗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法案最清楚的是 黄国昌跟傅昌起啊 你们法案到五月十七号 院会要表决的时候 你才让他出来 所有的人 全国的民众 都有被偷袭的感觉嘛 所以人家说 你这个就是标准的逼良为昌嘛 然后你逼的民众 善良的民众 不得不把黄国昌围起来 而且这里面还写的很有趣哦 所以你看 前面在讲说 这个青岛东路 对 你知道为什么要变青鸟行动吗 他要变青鸟行动 最大的原因就是 用青岛东三个字的时候 在社群上面在脸书上会被降低触击率嘛 真的有这种情形啊 会看不出去 真的有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他们后来把青岛东路呢 转成各种有创意的字 比如说青岛变青鸟 包括像这个也很有趣哦 他把这个青岛东路的 青鸟东路 本来是东边的东 把它改成是冬天的东 然后路呢 从马路的路 然后改成梅花路的路 都是动物了啦 看你要怎么变弊 然后让他在网路上可以扩散出去嘛 那是因为他在社群上面被降低了触击率 所以青鸟行动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创意 然后让年轻人可以去做创结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哦 这里面呢 刚好成为这很有趣哦 就变他们这次做很多的 有创意的海报内容 像这样 这就是他们把它做成像青鸟的样子 然后呢 一样你看 把立法院的议场 旁边贴上左右两连 对不对 上连跟下连 写着武昌起义跟逼良为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次活动里面 有很多年轻人自己的发想跟创意 但是在现场里面呢 大家会有认为要负责任的对象 要负责任对象 我们刚刚性文画面清不清楚 很清楚吗 两个对象 一个叫做傅昆琦 一个叫做黄国昌 尤其是黄国昌 为什么给大家看 刚刚那个黄国昌的部分 是因为大家觉得说 你十年前跟十年后 会不会落差也太大 所以刚刚前面温森哥 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以前旧的报道照片 十年前的照片 对年轻人来讲 然后年轻人怎么去解释 说黄国昌 为什么十年前 十年后不一样 有人说 他被寄生受寄生了啦 所以你看有一个插画家呢 他就画了 就是漫画寄生寿 就是黄国昌呢 为什么跟2014年讲的话 完全都相反呢 然后还会去嘲笑场外 当时还只是八千人的时候 嘲笑场外的人 然后善笑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这个漫画家就把他画 array就把它画成这样子 你看 慢慢的有没有 寄生寿就跑出来了 寄生寿就跑出来 然后现场抗议的七年呢 就把array的这一幅漫画呢 直接带到现场去抗议黄国昌 你是不是被寄生了 否则为什么2014年的黄国昌 跟2024年的黄国昌 你们讲的话不一样 2014年你反黑箱 然后这一次呢 你看起来你反而是变成你在黑箱 所以呢 这就是现场民众对他最好的讽刺嘛 然后年轻人的创意啦 然后这些梗都还搭得上韩剧 是然后呢 这个梗等于是跨越年轻人的创意 还搭到温森哥 刚刚前面秀出来的那个报道 十年前的报道都在一起 为什么十年前的黄国昌 跟现在2024年黄国昌不一样 这个漫画呢 就做了很好的诠释 所以在这边不得不再提啊 这个关于这个版本 是叫做冲诗表的流行 这个冲诗表呢 等于说他是年轻人的创意 集体创作之后 然后呢 在讽刺黄国昌 结果厉害的是什么呢 是他跟这个时代结合起来 他用了AI的APP 生成了十几种版本的歌曲 那这十几种版本的歌曲 有中文的 有英文的 然后有这个台语的 然后有rap版的 有布袋戏版的 或各式各样的版本 在网络上在流传 而且点阅率都很高 他变成一个社会现象 好 那他为什么变社会现象 很简单啊 因为他里面很多事情 看起来都是直指黄国昌 这一次里面 2014年跟2024年 你黄国昌变很多 所以这里面 再讲一次 这里面讲的内容 前面讲说 他是道德的长城政治的 完整自由的登打 民主的防波体 正义的北极心 这些部分呢 是以前黄国昌 要塑造出来的形象嘛 但是后来黄国昌变成什么样子 黄国昌后来就变的是 你看 喉咙撕裂者停车场的主人 大法官的法官 违章的申愿人 小党的官政人 文哲道爱信斗 然后时代的歌颂者 宇宙的真理者 咆哮界的传奇 然后呢 国会的奥米加咆哮兽 没有义务投票的斗士 擅长举手的人民 奴仆 细致的国族守卫者 邱毅的副制人 中共的同路人 色違的邱毅 政党的殲灭者 柯建民的一生之理 最后呢 法律与道德的不败天正 卫君子的代理 这个要报青皇哥 RAP版掌聲鼓勵一下 这不知道在家里 练了多久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厉害 这一家的 如果没练 没法用 没冠情 你才有法度 没有 没法度 这不练不行 这个青皇哥 这边有一张图 我们稍微再秀一下 这是有关于 这个青鸟行动的部分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 武昌起义 逼良为昌 其实这是年轻人的一些 用的这些梗 说真的 因为刚才我们记者 在连线的时候 突然想到 可以提供所谓的上脸 我看到有人那个版本 他是写 为富做冲 为虎做昌 现在为富做冲 富昆起的富 那冲呢 国冲的冲 你看这些各种 各式各样的这种标语 都已经出炉了 我们稍微来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来讨论 精彩内容都在四季线上 五出几镜 不欧的季节 别打扰我种田 毕竟搜寻四季线上 热门行 学习随探 回忆